派去清水镇的暗卫音讯全无,屠山景也失去了联络,专须虽面色不改地专心听取,心却秃秃急跳了两下,搂着美娇娘的手也不自觉握成了拳。 坠凉张着口,含过歌姬鲜鲜玉纸剥好的葡萄,切了一声,死了个医师,这有什么有趣的。 我倒更好奇屠山景那样八面玲珑的家伙怎么会跟神农残军起冲突。 防风被端起酒杯,低头抿了一口,有趣的是这个小医师的尸身落到香柳手里,然后被那酒头腰边尸。 还是吃了?坠凉约莫是最迷糊了,开始胡言乱语。 专须的瞳孔又是一缩,呼吸都中了几分。 防风被森冷地瞟了那泼皮一眼,无语至极。 他的视线很快又锁定回专须,接着道,然后尸身镜变成了一条九尾虎尾。 坠凉摇头晃脑,哟,傀儡呀,那小医师挺机灵。 专须笑了笑,侧身与身边的美娇娘轻腻,可眉头还是不由地微微醋了醋。 人的语言,表情和行为都可以装甲,唯独心跳和潜意识的小动作是无法骗人的。 防风被望着专须,锐利的眸子如同紫叶般幽深冷冽,捕捉着她平静表象下的所有波澜,玩世不恭的笑容渐渐附上一层厚厚的寒霜。 她几乎可以肯定,专须和屠山景在卢走小妖这件事上有合作,但是她对后续也并不是完全知情。 此刻,九个脑袋正在飞速运转着,屠山景这招瞒天过海,究竟是尚且没来得及通知专须,还是也把她算计进去了? 如果是前者,自己只需紧盯专须,就能顺藤摸瓜查到小妖的下落。 若是后者,屠山景如此处心积虑地想要坐视小妖假死,抹去她的存在,又企图利用战士牵制自己,难不成,她当真想瞒过所有人,毫无顾忌地将她拘禁起来。 忽然,杜夫传来一阵一阵地抽痛,防风被惊骇住了。 是小妖?她怎么了?屠山景对她和孩子做什么了? 这些疑问衍生出无数念头,闪电一样划过她的脑海,背上瞬间起了力。 她觉得自己的情绪正在失去控制,带着一股强烈的嗜血的冲动。 她豁然起身,吐息不稳,我还有事,告辞。 防风被匆匆离开歌舞坊,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射人的寒意,所经之处,附近的人都会冷不丁地打个哆嗦。 她掐了一个鹰珠传给鬼方昆,请她帮忙盯住专须的一举一动,然后自己奔向城外,驱侧毛球,火速飞往青丘。 雌雄谷恢复了联系。 她能感应到她在东方,亦能感受到她身体的疼痛,而她心里的诸多复杂情绪,焦躁不安,惊慌无措,也令她生出一片巨大的恐慌来,满满占据了整个心房。 她一遍又一遍地敦促毛球,飞快一些,再快一些,心里只有一个祈愿,千万不要有事,他们母子千万不能有事。 与此同时,她又催动蛊虫去平复她那不安的情绪和躁动的心跳,自己额上反而渐渐渗出层层冷汗。 防风一应接到二哥传来的阴珠后,着实被吓得不轻,连手旁的茶盏碰倒了都毫无察觉。 小妖竟然是涂山井念念不忘的那名清水针医师,文小六。 涂山井居然把小妖掳走了,人还很可能被她藏在青丘。 虽然她还是张二和尚摸不着头脑,但小妖毕竟已经嫁给二哥了,那就是妥妥的娘家人,防风势确实不如涂山世事大, 但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涂山井做出这种事情来欺辱她的二哥,霸占她的二嫂。 更何况,二哥从不求人,此番居然能为了二嫂求助于她,想来也是被逼得没了办法。 义应在涂山府仔仔细细,上上下下探查了一遍,没有小妖的踪迹。 在整个青丘隶属于涂山市的近百个庄子,也一一探查了一遍,仍是没有小妖的踪迹。 她深知,这样查下去,耗时又无用。 涂山市的产业遍布大荒,哪座城都有涂山家的私宅和庄园,天知道涂山井会把小妖藏到哪里。 一日,义应借着服侍太夫人用饭的功夫,问道,奶奶,有段日子没见到井了。 太夫人眼中现出笑意,欣然道,义应这是想她了。 义应低头,脸色微暖,宁神静气,为太夫人布碗碟。 又上了汤羹,正打算为太夫人布菜,伺候整顿饭,太夫人却道,行了,坐下用饭吧。 便由有颜色的丫头扶着义应坐下。 太夫人道,我让井去涂山静地了,约莫再过半个月就能回来了。 义应知道,涂山市的静地供奉着涂山九尾湖的神石,每隔几年便要挑选合适的族内子弟,以自身灵力强化神石。 只不过,他到底是没有名正言顺地嫁过来,静地的所在,不是他能知晓的。 他听说涂山家的神石对非涂山市的血脉非常残忍,会不断吸取对方灵力而不加节制,直至灵力枯竭而亡。 涂山静应该不会把他在意的人藏在那吧。 他终究是忍不住,想开口再问点什么。 太夫人平静地打断了他。 义应,奶奶这段时日一直在思考你和景的婚事,有一个不情之请,希望你能考虑一二。 义应道,奶奶言重了,您想义应做什么,义应无不答应的。 太夫人便接着说下去,喉没了,涂山家子嗣越发凋零,景又是这么一副软硬不吃的臭脾气,一直拖着你们的婚事,奶奶心急啊。 所以想,义应一愣,似乎猜到了太夫人想要说什么。 太夫人握住义应的手,慈爱却直白道,为着涂山家子嗣着想,奶奶想让你俩先元房,生你煮成熟饭,到时候有了孩子,她就是再想拖也拖不下去了,只不过,这事就得先委屈你了。 所以,是让她为过门,先元房,完成传宗接待的任务。 这是要传出去,是由汝家风,败坏门楣的。 义应按住情绪,景,不会答应的。 太夫人道,不需要她答应,我会让舍梅儿调制一款暖汤,让她饮下。 义应了然,心里挣扎了片刻。 侯已经不在了,景压根看不上她,太夫人年事已高,又身体抱恙,如果自己再不下点狠功夫,将来等太夫人先逝,她在涂山家根本没有立足之地。 如此想来,一个拥有涂山井血脉的孩子,确实是她今后唯一的保障。 她扯出一抹腼腆的笑,点头硬下,一切听凭奶奶安排。 太夫人笑,心中似乎放下了一块大石头。 用完饭,太夫人眉间也有些疲倦,义应便告退了出来。 回到房间,她还在思索着怎样帮二哥找到小妖的踪迹,就有侍女神色慌张地跑过来禀报,说是防风侍二公子硬闯了进来,侍卫们拦都拦不住。 义应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。 她心里有一股子怨气,愿二哥不懂体谅她的难处,顾忌她的颜念,更愿涂山井完全不将她和防风释放在眼里,肆意妄为,平白无故地去招惹她二哥二嫂。 然而抱怨是最无用的,姿势体大,防风贝到底是她二哥,娘家人和婆家人撕破脸,吃亏的终归是她自己。 她赶紧让人将前往太夫人那抱信的人拦下,自己匆匆赶去前厅。 时隔一年多,再次见到防风贝,依应只觉得眼前人似乎并非她印象中慵懒不羁,对任何事任何人都漫不经心的二哥哥。 今是今日,她仍依旧如玉,指一张脸沉如寒铁,分明圣怒,周身迸发出暴力之气,宛如一头即将暴走的野兽。 她心中一阵,正正地站在门口,半想没有动弹。 防风被蛮横地踢翻了两个上前动手的侍卫,直觉身后有人,猛然转眸,目光如烈焰般狂似,见到来人是防风异应,稍稍收敛了点气焰,森冷的声音,低沉如同来自地狱,小妖在哪。 古虫指引着她来到青丘,便再也无法定位到更确切的位置了。 她知道,定是屠山井用了什么方法,影响了古虫的感应能力,将它藏了起来。 若不是顾忌着自己妻儿还在屠山井手里,她真想掀翻了整座屠山府,立刻,马上手刃了这只狡猾又可恨的狐狸。 防风异应皱眉宁神,遣散了侍从和侍卫,赶紧上前将被拉到偏厅,二哥,你稍安勿躁。 屠山府,我里里外外查了不下三遍,真没找到二嫂。 景也是,真的不在府上,奶奶说她去了屠山市禁地,要半个月才能回来。 防风被冷声道,禁地在哪? 异应面色沉重,摇头道,禁地所在,只有太夫人和景知晓。 防风被的声音更冷了,那我就去找太夫人聊。 异应急忙拉住她,慌恐道,你疯了? 二哥,这是要是闹大了传出去,我还怎么在清秋立足? 咱们防风氏的脸面往哪摆? 你就算不顾及我,也要顾及家里吧。 防风被盯着她。 她也盯着防风被。 只是她的眸光越来越凌厉起来,防风氏在她心里,本就可有可无。 对异应这个小妹,或多或少是存在那么点兄妹温情,却也不至于能牵绊住她。 若说她当真在顾及什么,那也只有小妖。 她怕屠山景失控,也怕自己失控G而逼的屠山景失控。 她怕他们两个男人失控之下,会伤到她,伤到她的孩子。